请坐姑娘 先喝口水慢慢说 姐姐 大司空 他有事情瞒着我 今天终于给我探出了究竟 可被大司空发现脱不了身了 姐姐 这是十万火急 主善河夫人 正是派奴婢过来探望姑娘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请坐姑娘 你说得清楚一点啊 鸳鸯姐姐 我 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说 可姑母 她对我恩重如山 我就算拼死 也要帮助辜负姑母的 要是 要是以后真有那么一天 你一定要帮我求求姑母 放过我的夫君 清索姑娘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说得清楚一点啊 我 我 原清索 深更半夜 你跑到客人房里逃了 成何地统 还不跟我回去 不 我不走 大司空 你终究是个奴婢 居然不求得我的允许 就大着胆子与夫人私会 这里可是大司空府 奴婢知罪了 将大司空恕罪 是我 是我自己来看原样姐姐的 跟姐姐无关 住口 给我走 走 姐姐 阮文佑 你放开我 主上 连个人都看不住 再出差错 本大司空不会手下留情 是 是 主上 还有你 别想逃出去坏我的事 还真是很累啊 没想到 你倒是个会做戏的材料 这第一步 总算是做完了 鸳鸯为人乖绝 姑母却不是省油的灯 我要是说得太清楚 反倒容易让人怀疑 倒是演了这一出 鸳鸯一定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肯定会快马加鞭 回去禀告姑母 阎婉这一边 以为得到了什么消息 一定会有所举动 到时候宇文户 就会把注意力 放在你身上 又猜不透状况 又不敢贸然行动 皇上的危险 暂时降低了 你也累了 早些歇息吧 外面指不定 有多少眼线 在盯着大司空府呢 皇上那边 还是早些联络到为好 一旦出了差错 全部心血可就白费了 我会劲力的 我只有这么一位皇兄 我断断不会让他出事 你今天也累了 早点休息吧 你 你看着我干什么 我脸上有花了吗 我在看我府里 深藏不露的女诸葛 庆索 你若伤得男儿身 可不知会是个 让我多头疼的对手 我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 都是些小聪明罢了 时候真的不早了 你再不出去 难免会被他们怀疑的 玉芸優 你还是 不要对我抱有希望 没有希望 也就不会有失望了 你我 只是做戏吗 我真的怕再被别人伤害 但是我不能否认 在我的心里 对你 已经慢慢改观了 这里稍微再瘦一点 这儿 怎么会有那么多留白啊 找个好看的花绣上 是 真是让人操心 阿雍 书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让你如此迷恋 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啊 婉儿 你若嫁进大四公府 怕是要治苦的 阿雍何出此言 想我宇文雍 武不能武 朝不能朝 就只会看看书游山玩水 我严婉的父亲 我严婉的父亲 不用上朝 逍遥自在多好 就是 我还在为婚事头疼 哦 哪里让你不满意了 我让他们马上去办 哦 都爱不得他们的事 只是婚礼山的饰品 婉儿还是举气不定 饰品 要说别的嘛 大四公府可能没有 可珍宝饰品 大四公府可是数不胜数 尤其我的书房内 哪一件不是价值连城 你随便看 看中了 拿走别试 真的 当然是真的 这会儿 在我的眼里 谁能比过你呢 那我就找找看 那我就等着看看 什么样的宝贝 才能入你的法眼 哇 好漂亮的珠恋啊 婉儿 这个 大四公有这么好的东西 还藏着 难不成 是觉得婉儿戴不得 戴得 戴得 那明天婚礼上 我就戴这个 到时候 一定比青所妹妹 嫁进来的时候 还要威风呢 四弟果然威风 参见兄长 拜见大中宰 兄长 怎么不派人通报一声 小弟好准备迎接 不必了 听说原青所又犯了错 寡人过来看看 谁给了这丫头 这么大的胆子 肆意妄为 兄长 小弟跟青所 只是办了两句嘴 并无大事 兄长何不坐一坐 小弟马上叫夫人出来 慢 不想打扰你们 这对未婚夫妻 你们就好好待在这里 哪儿都不要去 等我问清楚原由就回来 是 兄长请 怎么还没来 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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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下来 你 怎么回事 姑父 我是活不下去了 你说 发生什么事了 姑父可还曾记得 答应过我的诺言吗 说吧 宇文雍 他确实找到了镇魂珠 等着 是我亲眼所见 如果 姑父还能遵守你的承诺 既往不咎 放我夫君一马 我就告诉姑父 镇魂珠藏在哪里 还用说吗 我是看着四弟长大的 不会害他性命 自会找时机 让他与你双宿双息 多谢姑父 镇魂珠 他就在 可不让他与你双宿双息 我都会成事的 可不让他与你双宿双息 我心里慌得很 大忠宰她 我心里慌得很 啊 啊 哼 啊 哼 啊 啊 哼 啊 啊 把燕丸给我抓起来 是 大忠宰 还不追 是 兄长 听小弟解释 兄长 兄长 刚才好险啊 在那种时候 谁能分辨得出 是我手里的 郑魂珠发出的声音 还是阎婉珠链上的 珠子发出的声音 只怕阎婉都以为 是她的珠链上 发出的声音 只要她中计逃走 我按住郑魂珠 声音不再发出 就不会有人知道 这是您我之间的 这招险棋啊 难得你刚才那么镇定 你不知道 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难得你如此聪明 想出这种一箭三雕之机 倘若宇文户没有发现破绽 那么她的心思 就会集中在如何捉拿 阎婉一事上 要是宇文户在阎婉那里发现破绽 以宇文户的聪明 轻易就会猜到 当时阵魂珠就在书房里 因此也会把大部分心思 放在搜查大司空府上 相比之下 皇上那边的压力 就会小很多 嗯 向来 我宇文户看女人的眼光 从来就没有错误 为什么 早先竟然没有发现 你的心竟然九曲玲珑 现在 就算是拿江山给我还 我也只想把你留在我身边 宇文户 我做的这一切 都不是为了你 你何苦 是啊 我只是你面门仇人的儿子 宇文悠 我知道 你所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大舟的江山 为了皇上与我 我 无以为报 父亲 父亲 小心啊 别把帕子捡坏了 放心吧 这点小事 我还是会做的 陛下 你说 这帕子绣得这么精致 会不会 是我以前的手艺啊 这帕子绣得十分精致 不过呢 是不是夫人的手艺 我必不知道 这中央的缝线 是主上的手艺 必倒是清楚 你说 这帕子是宇文悠缝的 是啊 主上那一叶 拿着针线 就像奴婢拿着刀枪一样 横冲直撞 不知道 被扎到多少次呢 缝到了很晚 奴婢看到 都要笑死了 可是 我还是没能想起自己的身世 到底怎么办 可大中宰府的监事这么严密 难不成 就真的与皇上通上消息了吗 婉儿 你怎么回来了 阿玉 你是不想见到我吧 婉儿 你这说的什么话 你不必对我抢颜欢笑 也不必对我说这些话 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清楚得很 我怎么都想不到 我一心都在你的身上 可我在你的眼中 不过是一枚棋子 你为什么不反驳 如果你反驳 说这一切都不是你的安排 也许我心里会好受一些 婉儿 我劝你还是快些离开这里吧 这里到处都是大中宰的细作 万一 你不必担心我 我没有性命之忧 更何况 你也是嘴上说说罢了 什么时候 你真的担心过我 婉儿 即便你对我这样冷漠 我还是忍不住要喜欢你 忍不住想把你抢到自己身边 忍不住要跟原青所争锋吃醋 我为了嫁到大司空府 为了跟你长相厮守 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可到头来 竟是这样的结局 但是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婉儿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好 那我说说该说的 我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 原青所为什么会那么轻易地告诉我 这魂珠就在你的手上 而你 偏巧就那么不小心 将这魂珠放在书房 那么轻易就能找到的地方 我现在才明白 这都是 你宇文勇 和原青所设的局 为什么原青所在你心中贵如珍宝 而我在你心中 却渐若尘土 而又不喜欢我也就罢了 为什么还要养奉阴违 答应那我入府 婉儿 你扪心自问 你嫁入大司空府 只是因为喜欢我吗 那原青所何常不是为了完成大中宰的命令 我本想 嫁入大司空府以后 就是你的人了 以后生死相随 再也不会出卖你 可是阿勇你 爸 这儿 这里本就是是非之地 你要是嫁给我的 也是所托非的 我知道你的心 可我的心 已经由不得我自己了 是 婉儿 听我一声劝 与其留在这里受苦 倒不如离开这儿 去过你的太平日子吧 女文雍 女文雍 你就这么绝情吗 你就不能试着喜欢我一下 一下也好 我说过 我的心 已经由不得我自己了 你还是走吧 女文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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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言完 在你心里 真的就那么一点位置都没有吗 若生在太平之时 或许可以任你做个妹妹 可现在 婉儿 你只能怪自己所得非人 好 我倒要看看 你跟原青所 是不是能双宿双七 过上好日子 是 主上 去宫里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了 打探到什么 咱们的人在各个通道都守护了两三天 宫里一点消息都没有 皇上身边的侍卫都换成了大宗宰府的人 主上爱慕的人根本靠近不了皇上 这个余文雍 对了 主上 我刚才好像看到颜姑娘 往后院去了 这是 糟了 颜婉儿 你 夫人 你 告诉女家主上 明天让她一个人 她在镇魂出到碧若牙来见我 那里是山崖 我若看见别人 就把原青所 推到山崖下去 走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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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 夫人呢 夫人 夫人被颜婉劫持走了 她说 让你明天一个人 带着镇魂珠去碧若牙找她 原青所 原青所 你不是很得意吗 你有没有想过 也会有今日 等一会儿你的宇文雍来了 不要当着她的面 杀了你 你认为 宇文雍有那么蠢吗 她是不会来的 怎么 你是说你的命 不值得大司空 到碧若牙来一早 还是你叛死 不想让她来 我的命 本就不值什么 现在镇魂珠已出现 我的命 就更不值一提了 宇文雍府里的女人无数 她又怎么会为了我 孤身犯险呢 住口 你已经得到了宇文雍的心 她为了你 甚至可以不惜一切 你还在那儿做出一副 落落管欢的样子 真是让人恶心 看到了吗 这是一包上等的迷药 只要阿雍能来 我就会把她迷倒 然后把你推到山崖下去 我就可以和阿雍 过上双宿双飞的好日子 想跑 没那么容易 你今天死定了 燕婉 你这是何苦 你已经 是重视之地了 现在 还在这里 逃而皇之地挟持我 难道 你就不怕被人知道吗 就是你这张楚楚可怜的嘴脸 迷惑了阿雍 我今天 要画画你的脸 宇文雍 少骗我 我在这儿 燕婉 就算你画画了她的脸 我也会一辈子说在她身边 照顾她 陪伴她 你果然来了 宇文雍 你快走 她设下了毒计 就算你来 她也不会放我走的 你走 我就杀了她 你就这点伎俩 伎俩 你可知道 我叫你来此的目的 我知道 你要我用镇魂珠来换青锁 你放心 我没带任何人来 宇文雍 你还不快走 你 可要换她 镇魂珠不再大肆空腹 就算镇魂珠真在大肆空腹 事关天下安危 我也不会拿镇魂珠来换青锁 不过 我人在这里 随你的便 你 你这是何苦呢 你给我住口 不 宇文雍 你竟然为了这个女人 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 那你呢 你口口声声说你是真心喜欢我 为了我可以无怨无悔 可这个时候 我宇文雍加上一个镇魂珠 才能换一个原青锁 看来 我在你心里也不过如此 不是的 既然不是 那我相信 你放她走 除非你跟我走 我是不会跟你走 要杀要割 我都会跟她在一起 你 怎么 下不去手 看来你的良心 还没有坏到可以灭天绝地 青锁 你们两个 居然联合起来骗我 你咬的是我 放她走 云文雍 要走一起走 她现在已经疯了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青锁 柊 岂 离岸花的泪湿火在青梦中等待 离的轮廓出痛了哀伤 可惜强撞的目光 忘断的剑涯 你赶紧放开我 你还有翻身月神去的可能 不然我们两个都会死的 情组 抓紧我 小脸 清索 清索 玉玉 你 你赶紧放开我 你 你没有必要陪我一起死 以为我没有想过要放开你吗 可是我做不到啊 你记不记得 我跟你说过 如果你不信天 那么你可以相信我 你可死我也不会放开你 清索 抓紧我 可是 值得吗 清索 我知道 我只知道 你把我变成了一个傻瓜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样计算是否值得 你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让我明知道不应该 可是却没有办法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总是让你生气 现在还连累你跟我一同复死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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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能害死阿勇 我怎么能害死阿勇 我怎么能害死阿勇呢 无许 请坐 你终于醒了 有 我们活下来了 太好了 我们 我们活下来了 我们 我们没有死 你刚才叫我什么 幸亏崖下是一片湖 山崖上的树又帮我们挡了几下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还好 你总是问我受没受伤 你受伤了吗 你受伤了 你别动 用这个 你舍得吗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有什么事情 比你的伤还重要 还伤到哪里了吗 我看看 清索 你知道吗 如果这是一场梦 我宁愿永远都不要醒来 我终于知道 最好 在你心里有我的位置 我 我不值得你这样 值不值得由我说了算 老孟 嗯 你还好 我 你不值得你 我不值得你 我 我 我不值得你 你 我 你不值得你 我 你不值得你 我 天空蓝丝和鱼 隆隆落在心里 梦中的身影 冻结回忆 我的守候只为你 静总 你醒了 你怎么穿成这样了 这马车是从哪来的 在下是新来的车夫 朱安城送姑娘回府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啊 是要回大司公府呢 属下回驾来迟 让主上和夫人受惊了 还想赎罪 这次看在轻锁的面子上 就罢了 是 属下之处 还好只是虚惊异常 大家都安然无恙就好了 也算是因祸得福啊 若不然 我也不知道你心里有什么 什么心里有你啊 我都爱是若 你 你想多 早等待 容易的楼阔 出头了海上 是 属下之处的目光 枉断了天涯 药已经上好了 好好休息吧 灰心我 灰灯时光 这一时让肆灭不相忘 这一时让肆灭不相忘 什么 不管你的人 还有你的心 宇文雍 我 清索 无论如何这一次 你的人你的心 我都不会再放手了 那 那还有阎婉呢 她对你用情至深 甚至还为你准备了迷药 准备和你远走高飞 说不定现在 她还在山崖下找你呢 所以 我才向楚总管发讯号 让她以最快的速度 到山崖下 将你我接了出来 那 阎婉 阎婉 阎婉做出了此等荒谬的事情 想必自己 也没脸回到大四公府了 可是 她对你的心是真的 那你呢 宇文雍 你也知道 你跟我 只是在做戏 我可不是在做戏 即便是做戏 我也要你陪着我一起走下去 我知道 我已经答应过你 留在大四公府 更何况 我欠你的实在是太多了 你甚至不惜性命去救我 我 我的恩 要用你的心来还 清索 好好照顾自己 我很快就回来 你要去哪儿 皇宫 置之死定而后生 我要趁宇文户神思混乱之时 去救皇上 此季还是你想出来的 再不去 恐怕就要错过最好的时机了 那我跟你一起去 你也知道我的作用 危急时刻 宇文户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不行 清索 我不会让你再冒险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你好好等着我回来 我 清索 就待在大四公府哪儿也不要去 我会派更多的人保护你 只要你平安 就算是帮了我 你是怕我连累你吗 你知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等等 怎么 我一样 你 Richards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没 我 这是 这么一箱是阎婉为你准备的 想来他也不会害我 对不起 我要是不这样 你是不会放我走 你问以后 你为了我能付出自己的性命 那我就算是搭上自己的命 也要换你 夫人 楚总管 替我安排车拧 夫人想做什么 安排车拧 我要进宫 夫人 厨房刚做好的点心 真要给夫人送去呢 楚总管还不快去 夫人 现在去皇宫太不安全了 夫人三思啊 夫人你要去皇宫 主上不陪夫人一起去吗 这次就我一个人去 大司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 那我陪夫人去 对啊夫人 就让碧香陪你去 不行 你们就待在府里 等我消息 夫人 碧香 你听好 你赶紧到屋里去好好待着 没有我的命令 不准出府 夫人是被主上附身了吗 你还不明白吗 这是我跟大司空 一手安排的 楚总管 难道我这个夫人 没有权力动油车拧吗 属下不敢 不过 这事 事关皇上和大司空 我要赶紧进宫 楚总管 难不成你想靠命不遵 是 属下立即准备撤你 护送夫人去皇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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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嗯 看好大司空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楚总管 应该知道吧 是 夫人 夫人 都都保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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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来的什么人 嗯 嗯 是 清索姑娘 金侍卫 不知清索姑娘来此 作为何事 我要求见皇上 烦劳金侍卫通禀一声 见皇上 皇上身体未央 正在调理 已颁下圣旨静心调养 不见任何人 清索姑娘 我正是因为这个才来的 我想要尽些绵薄之力 圣旨难为 清索姑娘还是请回吧 金侍卫 我一介女流 孤身入宫 必定是归行举步 尽心照料 难道 金侍卫不想皇上早日病愈 执掌江山吗 这 金侍卫 清索姑娘 请 清索姑娘 听 清索姑娘 罢了 朕不饿 朕不吃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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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一日未曾尽善了 皇上恕罪 奴婢 奴婢朕就常善 不必 朕不想再有人 为朕的善事丧命了 都给朕退下 皇上 皇上 朕才没毒 可以吃 快快快 快 噩 我 等到 原来不是没下毒 他们将毒涂抹在了筷子和盘子上 皇上不必在意 奴婢 这就去御膳房 给皇上换一些碗筷 站住 岳宫人 难不成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皇上 没饭吃 没水喝啊 御膳房 早就把所有的人都换掉了 你能拿来的任何食物 任何水 都不会是没毒的 这可怎么办 外面的人进不来 里边这消息也传不出去 再这样下去的话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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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司公测试原始求见 朕不舒服 不见 臣女元清索 参见皇上 都退下 清索 你来的不是时候 你快快回府吧 怎么 皇上 好像是要赶我走的意思啊 可既然亲所来了 不如就在这儿用完晚膳 休息一下再走 朕不是不想和你一起用膳 看来 是御膳不合皇上胃口 那清索斗胆 可否点一些清淡的小菜 让皇上与臣女在这儿痛快吃一顿 清索 听朕的话 快回府去吧 清索 不是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之人 岳宫人 劳烦你 带位通禀金侍卫 就说 我在大中宰府住惯了 吃惯了大中宰府的口味 能不能让金侍卫下令 命御膳房的人 做些大中宰府里 常吃的清淡小菜 让我跟皇上小酌一杯 奴才遵命 等等 再来一些上等的清泉 我要亲自为皇上烹茶 与皇上匹名 奴才马上就去 请索 皇上受苦了 我跟宇伦雍 不会让皇上 再受这些折磨 请索 不如妾身去 引报 给她好水好饭 就让皇上再过几天 逍遥日子 是 夫君 这样一来 不是坏了夫君的计划吗 清索这丫头命这么大 被延晚推下山崖都活了下来 我又怎么会要了她的小命啊 她分明是胳膊肘向外拐 想用自己的性命来保护皇上 夫君 倒不如 你也知道 清索身上的血脉 是找到镇魂珠的凭整 她的命留下来 还有用 真的镇魂珠不是现实了吗 那是真的吗 妾身不治 妾身只是想 这丫头处处维护皇上和四弟 若四弟和皇上勾脸 只怕是坏了大中宰的大事 寡人从未觉得 四弟和皇上不是一条心 我敬为皇宫斩断消息 令四弟不敢轻举妄动 不过是为了让朝中上下 觉得皇上被自己的亲弟弟背叛 姑母难知 至于原清所让她进宫 完全是为了找到镇魂珠 那夫君是说 那场珠殿是假的 谁知道 珠orter 小怎樣 珠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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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殿你总算醒了 我问你 却在你 夫人她去了皇宫 皇宫 主上 准备撤你 我要进宫 今天早上 夫人跟你说过同样的话 你这是让她去送死 回来我再跟你算账 属下明白 夫人这也是为了 不让主上去送死 你 请主上体谅夫人的一番苦心 闪开 主上 夫人能为主上不顾安慰 属下这条姓名又有何可惜 是她教你呢 夫人与属下都是为了主上 为了大州的江山 主上 夫人命属下 转告主上一句话 她相信主上知道 什么才是对皇上 对主上最好的 请所为了保护皇上 想保护我 连自己的性命都豁出去了 难道我不知道什么是对皇上 对我好 我要配合她演好这场戏 要不然 她的苦心就白费了 桌上 准备撤年 我要去皇宫 好烫 好烫 烫烫吧 我是故意的 皇上总算是有了笑容 我也就放心了 大中宰府这茶水还真是美味啊 皇上 请用茶 不知清锁泡的茶能否得到皇上的称赞呢 清锁 你的一番苦心 朕知道 只是你不必如此的 一直以来 皇上对清锁都无微不至 切切关怀 今天 我不过是想沾沾皇上的光 来宫中蹭吃蹭喝罢了 怎么 皇上 什么时候变得小气起来了 你烹茶的手艺 天下难寻敌手 朕 今生今世 也忘不掉 皇上喜欢就好 啊 啊 亲所来迟 害皇上受苦了 朕 何曾吃苦 朕的心里 舔得紧 皇上不必为我担心 陷下 朕魂珠不明下落 而我 就是找到朕魂珠的钥匙 试想 又会有谁杀了我这把钥匙呢 皇上请放心 只要我在皇上身边 皇上一定会安然无恙 清锁 你让朕宽心 可本该是朕 来保你无忧无虑的 之内 朕此时便恍若在悬崖边上 朝不保夕 朕 不是一个称职的兄长 皇上 是为了大舟 更是为了天下苍生 我想 宇文雍的心 就跟我的心一样 不想 也不能辜负皇上的苦心 这次 就让清锁和宇文雍 来保护皇上吧 四弟 他近日可好 他 他 他好得很呢 那朕就放心了 看你言谈之间 似乎 你与四弟和好了 也没有什么和好不好的 我只是觉得 他没有以前那么讨厌了 哦 怎么 你与四弟 大司空对清锁呵护备至 是我对不起的 看来 四弟还是没有能得到你的心啊 这个四弟确实需要浅讨一番了 皇上 不急 慢慢来 至少现在你已经不讨厌四弟 朕记得 前些时候 你还把四弟当仇人一样 看了我都懒得看一眼了 当年将临的事 或许有误 后来我想了想 我爹娘被杀的地方 不像是江陵那种大地方 应该是一座小城镇 或许就是白水镇 当年我能逃命出来 都是因为与文雍从中出手相救 这样想来 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 还不止救过我一次 你能记起往事了 这是一部分 现在物是人非 想来要查出当年的事 实数渺茫 当日你去史局 可曾查出线索 史局并未有书记载 而且当年随军去白水镇的人 也没有一人有任何下落 怎么 你不知道吗 史局的陆著作 就是当年跟随出征的文书 只是不知道 他是否去过白水镇 什么 陆著作去过江陵 可我那天去史局时 他并没有告诉我呀 我知道了 皇上 这一次我去史局 一定要让他跟我讲个清楚 语 楚宗官 主上 快去让他们通病 本大司空要见皇上 带原情所回府 是 还有 把狗弄草 是 主上 金侍卫 这狗 大众在 兄长 皇上身体抱恙 静养生息 不见任何人 四弟你不知道吗 是小弟知道 不过 皇上陷入金身体抱恙 清索偏偏金尘入宫 小弟是 是怕被别人说闲话 是已想求见皇上 带清索回府 闲话 会说 怎样的闲话 这个 兄长知道 清索 为人天真单纯 小弟 小弟与兄长是至亲兄弟 是怕 你是怕 清索与皇上走得太近 寡人会猜忌你 还是担心 寡人守护不住 皇上会出问题 不不不 小弟不敢 小弟只求兄长不要责怪清索 他一介女流 单纯的解 放心 清索再怎么说 他也是四弟你的侧士 有兄长这句话 小弟就放心了 小弟生性风流 在意的无非是女人 朝政之事 小弟有心无力 小弟 兄长 你知我幼时 曾被狗咬过 这只狗 着实有些吓人 小弟 且先行告退了 快 孟长 具质事 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你呀 只是看看热闹而已 都快三更了 陆主席 您还不休息啊 好 我整理好这些再说 陆主席 为何如此用功啊 在宫里做著作上士 也得不到升迁的机会 无非就是粉饰太平罢了 你以为这么多年 我陆某在史局屹立不倒 凭的是得过且过吗 好吧 陆主席 那您继续用功 卑职先去歇息了 说不定这晚上 还有什么狐仙啊 妖女过来陪您呢 去去去 赶紧走 瞎说什么 赶紧走 鬼啊 还我公道 冤有头 债有主 下官没有得罪过尊家吧 放 放过下官吧 陋主座 你为何要杀我一珠的子孙后代 你还我公道 一 一珠 难道 你是宫女们 传 传说的那个 秦朝的宫女 正是 我 我没有杀过你的子孙后代啊 你 你找错人了 十五年前 江陵白水镇 灭门惨案 你可记得 十五年前 江陵白水镇 你说那 那端木一族是你的后代 除了端木一族 而得还杀了别人吗 不是我 我 我没有杀人 没杀人 那为什么白水镇全镇的人一个都不剩 全都似于非命 你敢说 当时你不再吵 下官在 下官在 可是下官没有杀人 下官只是个小小的文书 都是那大冗崽 大冗崽要去找那个什么 端木一族 说只有端木一族的血 才能够找到 震魂珠 就为了这事儿 大冗崽和文皇帝 还起了冲突 跟文皇帝起了冲突 对啊 文皇帝只是为了国事进攻将领 大冗崽 你一个不留 都被杀了 仙子 仙子 我没有杀人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文书啊 求您放过我吧 够了 你身为使官 不将历史人丙笔直书 百姓冤死 却刻意隐瞒 你可知罪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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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官知 知 你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做了吗 呃 下官明白 下官 必定 铁笔直书 不畏强权 哼 你这样的使官 丢了圣人的灵 还不去圣人面前 被毒 你一百遍能于约 是是是 下官遵命 下官遵命 雪儿是喜之 不依悦虎 游鹏子远方来 不依乐乎 我冤枉了一位幽 但是 我又是谁呢 不依乐乎 人不知而不遇 不依君子乎 岂为人也孝涕 而好犯上者 嫌疑 能找到镇魂珠的 是端木一族的血脉 那为什么 我又会找到镇魂珠呢 还有多少事我不知道 我究竟是谁 是姓端木 还是姓远 原来 在白水镇 肆意屠杀百姓的 并不是宇文泰 而是宇文湖 我恨你 你恨我 因为 你是 宇文雍 他怎么对我 我都无怨无悔 反而是你 你这个绝情寡义的人 信心作弹 假装对我好 可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在哪里 你心里只有证魂珠 你只会躲在大司空府里 足不出户 你这个伪尽子 你 宇文雍 我看不起你 一切都是错的 我冤枉了宇文雍 从一开始 我就冤枉了他 参见皇上 平身 怎么了 我没什么 就是有点难过 因为我错怪了一个人 那这个人 在你心目中 一定有着 无可替代的位置 我不知道 也许我以前 从来都没把这个人 放在心上过 可不知为何 我知道错怪了他以后 心里竟然是 如此的难过 这个人 一定对你很好 我 不必难过 知道就好 至少 比什么都不知道 要好得多 皇上 你陪了朕这么久 也该回大司公府了 不然 四弟会怪朕 保待了你 把你困在宫里 有家都不能回 皇上 在宫里照顾皇上 是我分内的事情 宇文雍 这个时候不方便来宫里 我相信 他能体谅我的心意 这样 朕就放心了 皇上 我 你与四弟 不再剑拔弩张 我这做兄长的 也乐观其成啊 皇上 回去吧 连朕 都不忍心你在危险里打转 可何况 那位被你错怪了的人呢 此时 他必定是千尝挂肚 他为你的安慰 彻也难免呢 谢皇上 谢皇上 请 青鸟啊青鸟 一定要找到你该找的人 保护青锁